两岸现在呢 关系和缓 那么曾经是海防最前线的马祖呢 现在要来靠着军事设施大赚观光前了 不但你可以去吃吃看阿兵哥吃的大锅饭 连这个最高战情指挥中心云台山 也可以让大家申请团进团出来参观 但是呢 谢绝路客 马祖列岛里面最高峰是298公尺 马祖最高点战情指挥中心云台山 可以俯瞰机场跑道 消灭猪毛汉奸的标语高挂 若非高层视察 一般人很难一窥这个机密阵地 生命面纱就要掀起 国防部已经同意开放国人团进团出参观军情馆 我们这个军事情报馆没有错 在八月份啊 国防部的军备局核定同意开放观光 但是有关这个他今天讲说 八月份要开放民众参观这个报道啊 我们并没有具体开放的日期 昔日紧绷前线如京城观光卖点 交通部加码打算协调军方 把阿兵哥吃的大锅饭 也纳入战地旅游行程中 阿兵哥出粮自行加料 很受弟兄欢迎 未来还可能变成在地特色美食 但马祖处在防线上 国防部表示总是有些军事重点 不方便对外公开 马祖靠着前线的最高指挥中心 开始赚观光财 不过想来个体验战利之旅 得向军方申请核准 而且这些行程 一律谢绝入客 周恩兄弟姐欢迎 台北报道 鲜 달辣